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它说 四个人当中至少有两个人选择相同社团的几率是18分之13 那这个选项的做法 我们用1来减掉这四个人都选择不同的社团 所以它就会等于1来减掉 这个分数分母是样本空间 就是6的四次方 因为每个人都有6个社团可以选 所以样本空间是6×6×6它的个数 但是分子就要放这四个人都不同的社团 我们让甲先选 甲有六个社团可以选 选完之后乙不能跟甲一样 所以有五个 甲乙都选完了丙剩四个 甲乙丙都选完了丁剩三个 所以这样子算出来答案是18分之13 因此第一个选项是正确的 我们现在看第二个选项 它说四个人共选择两个社团 而且每个社团都是两人的几率是七十二分之五 好 那简直的题目呢 我们的分母一样是6的四次方 那我先从六个社团选两个 然后呢 再从四个人当中选两个到其中一个社团 那剩下的两个就到另外一个社团 那这样子算出来 这个C2取2是1 C4取2是6 C6取2是15 好那这样子约分算出来 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答案是七十二分之五 因此第二个选项是正确的 我们现在来看第三个选项 它说四个人共选择三个社团的几率是二十七分之五 一样我们的分母还是6的四次方 那分子呢 我们先从六个社团当中选三个 四个人选三个社团 那就只有一个社团是两个 另外两个社团一个这种情形 我们先从四个人里面选两个到其中一个社团 剩下的两个选一个再到其中一个社团 剩下的那一个人就自动到最后那一个社团 但是两个人的社团有三种可能 所以我们后面还要乘以三 那C2取1是2 C4取2是6 C6取3是20 那这样子算出来 它的答案就会等于九分之五 所以第三个选项是错误的 我们现在来看第四个选项 它说在加以两人选择不同社团的条件下 丙丁两人也选择不同社团的几率是六分之五 这个几率的分母是六的二次 因为加以选完了 那剩下丙丁两个选 那丙有六个选择 丁有六个选择 所以分母是六的二次 至于分子 因为丙也有六个社团可以选 但丁要跟丙不一样 所以丁有五个社团可以选 那这样子算出来是六分之五 因此第四个选项是正确的 最后来看第五个选项 它说在加以两人选择相同社团的条件下 丙丁两人选择不同社团的几率也是六分之五 因为加以选择之五 但是丙还是有六个社团可以选 丁也是六个社团可以选 所以分母是六的二次 如果丙先选的话 丙有六个社团可以选 那丁剩五个 那这样子算出来是六分之五 所以第五个选项也是正确的 因此这个题目的答案 我们要选一二四五